过年的时候许多人都会放鞭炮住信 广阔的那批海边就是热门地点 春节过后负责管理海滩的水行者 动用人车用了一天的时间 把大大小小盒装的烟火清理掉 虽然今年放鞭炮的人没有以往多 但留下的鞭炮屑可不少 还好因为我们本来器材就还蛮充足的 所以只是说量会比平常轻易的垃圾在说蛮多的 但是我们清理速度算快 所以是没有很久 其实就是那种大型的那一盒一盒 还有另外一种就是仙女帮 玩玩因为它铁的嘛 丢到沙滩上面它有可能是就是会在地上 那如果民众在海边跑跑跑 不小心插到的话就容易受伤 民众享受过节气氛 也别破坏环境 海边场域大不好清理 能随手带走就别你丢我捡 宜兰新闻记者黄竹汉采访报道 感谢观看